PWM 输出 那我们目前现在来测试的是 PWM 的输出 那我们在脚位6的地方 脚位6的地方 接了一个LED灯 接了一个LED灯 那我们目前想来做 让它做 PWM 的输出 也就是呼吸灯 那我们需要的积木是第三个 脚位我们选6 输出的功率我们可以 跳一下好了 我们多选几个 刚开始是0 来增加10%好了 增加20%好了 20 40 60 80 100 那我们每个间隔 给它设定个0.2秒好了 每一个积木纹都给它间隔个0.2秒 这样把它串接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独立的执行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0是基本上是洗掉的 这边少一个 如果是100%是最亮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 现在是洗的 我们执行 100%是最亮 0%是洗掉 那如果是60%在中间 这个在60的 60就中间的亮度 那如果是20它又会差一点 更弱一点 所以我们从0%开始接 每次增加个20%左右到最后到100% 这样就会从最弱到最亮 然后我们给它重复循环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越来越亮 最弱最亮 那如果你要越来越低的话 那就是从100%往下降 100%往下降 当然你可以使用变数来执行 使用变数来做 接触一拉 距离 诺 接触 接触